俄军多管火箭炮弹药连发炸出阵阵巨响 乌克兰扎波罗热又遭俄军炮击 一间旅馆被导弹炸得体无完肤 当地距离欧洲最大核电厂只有将近50公里 核灾隐忧再起 邻国波兰随即向消防部门发放点片 预防辐射造成人体伤害 每媒也报导过去几个月来 拜登政府持续在私下向莫斯科发出警讯 要是动用核武将带来严重后果 俄军神风赶此对无人机突袭乌克兰海军总部 现场炮声四起 乌军指挥官表示自杀式无人机是由伊朗提供 帮助俄军对奥德萨港造成严重损害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同天立刻宣布 驱逐伊朗驻基辅大使 借此表达强烈抗议 普丁在动员国内30万大军参战 前往报道的士兵却被捕捉到 在路上喝酒斗殴抽烟 士气相当松散 更有不少人抢着看单亲妈妈结婚 或是自告奋勇担任看护 借着照顾小孩或老人来堵掉真兵 而乌克兰境内四个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 举办入俄公投 乌克兰官员痛批 这场公投不正当且具有强制性 俄方甚至派出武装分子挨家挨户催票 军人急速敲门要住户出来投票 不配合还会遭到处罚 偏激手段让当地居民陷入口框 记得综合报道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冲宝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CTI567 还有足够出轮物CTI44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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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